这幅画大家这一看好像就是一幅普通的画 没有更深的内容 可是仔细一看 这画上有一片片的裂缝 而我们的绿洲也正在逐渐的消失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去保护我们的地球 这样的裂缝就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也会面临更多的威胁 现场展出的23幅抽象画 每一幅都有红线来贯穿 通过看似简单的几何图形和多变的细腻色彩 来牵出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而在中国传统意义上 月老的红线是一种缘分的象征 可是这个画展用红线的主题 希望全人类新手相连 共同关注环保 所有的人的命运实际上都是好像用红线牵起来 整个地球的命运都是 人类的命运都是一样的 现在每个人都要像有一个责任感 就像牵了一个红线 大家要共同要为我们这个地球 为这个可持续性发展要做一份努力 尽管是抽象画 但还是吸引了不少市民来观展 大家都在手上系上了红线来呼应画展的主题 据了解 展览将持续到9月4号 每周二至周日向市民免费开放 每幅画就是因为它抽象 所以你的想象力是更丰富的 所以我觉得文字可以选择看 也可以选择不看 如果不看的话你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民生在线记者报道 哇 和声证人们的训练